电视剧《豆婆苍穹》正在腾讯视频热播当中 在最近的剧情里面 萧妍得到了萧家先祖的真传 虽然她的斗气进步得非常快 可萧妍还不是萧家先祖的对手 由于萧家先祖说萧妍打不过她 就要留在地下陪自己 但萧妍很担心外面的情况 而且她还没有为娘亲报仇 所以她并不想就留在地下苟且偷生 无奈之下萧妍只好去求要 可是要老也不是萧家先祖的对手 没有法子帮助萧妍 萧妍走投无弱后让她很是着急 而另一边萧家却遭遇了大难 云山联手魂店的人将萧家灭门了 而萧妇也因此被抓了起来 随着剧情的发展 云山的真面目逐渐暴露 可是纳兰燕然却依然被她迷惑着 好在云运实在看不下去 一语点醒了纳兰燕然 而之后纳兰燕然也偷听到 云山和雪宗犯牢的谈话 她知道云山已经变成了魂店的走狗 由于纳兰燕然的爷爷是被魂店所害 所以她没有办法原谅 想要免费看全集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乔8剧透社 可是她又没有能力对抗云山 所以她便决定暂时潜伏在云山身边 纳兰燕然和云运计划 联合起来帮助萧妍 之后两人联手萧妍 捧虐魂店的走狗云山 而三个人的行动也是超级有默契 云山的下场也是她自己多行不适造成的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记得订阅哦 谢谢收看 再见